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正怎么断了 这怎么办啊 这是好事 记得书上记载 有些地方的人放风筝 专要简单风筝线的 这样呢 风筝就会带着眉运飘远了 晴柔 这说明你要开始走运了 可可遇见你也没好用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的意思是 现在风筝断了 还有什么好玩的 等一下李章过来 自然就有好玩的了 就你会卖关子 去 表哥 时刻都忘不了你的表妹 表哥 这就是你说的好玩的 王爷 杜姑娘刚刚到府上找您 见您不在便询问我您的去向 我也是没办法 好 只好告知了您的行作 请王爷恕罪 罢了 来都来了 李章 你先回去吧 我们去前方狼牙台修整一下 是 你小心点行吗 知道这琴有多名贵吗 有多名贵 是吕以琴还是娇尾啊 这么说琴柔姑娘 对古琴有如此的见识 那不妨让我等 见识一案 谁规定见过猪跑 就要吃猪肉啊 不行就闪一边去 去 就要吃了 吃猪肉 就要吃了 去吧 要吃猪肉 不吃的 不吃猪肉 不吃猪肉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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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晕音鸟鸟绕梁三日 今日不见表妹的情意又精进了不少啊 大哥 你听得出好坏吗 我是粗人一个怎么会懂得琴色音律啊 表哥 你上次说要叫我那首鼓曲 趁今日雅兴教育我可否 今日高兴 就教育你好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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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如今日 我们就试一下 合作一曲如何 还四手联谈 你以为你们是朗朗舅舅的吗 是 别以为皇上赐婚了 你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 我们的感情是你比不了的 表哥现在 我们也就涂个新鲜 就跟这根香蕉一样 不新鲜了 也就只被扔掉 你 也对 也不知道是谁 为了托个所谓的新鲜 就把那么多年的青梅竹马 给扔掉了 你这青梅竹马 到底多无趣啊 你 你 我撕了你这张嘴 让你逞强 你 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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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下去 是 是 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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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燕 燕燕 表哥 燕燕 燕燕 為何會失足落水啊 是他 是他推我下去的 我推你 就是你 一見目與表哥有聲有笑 對先生不分 就像置我一死地 我懶得跟你們解釋 想不到你這女人 竟然如此歹毒 就像置我一死地 燕燕哥哥 你要為我做主啊 你 好了 燕昊 在 起身回府 是 走吧 好 表哥 把刀嚇死我了 我以為再也見不到你 我就知道你對我好 不會讓我出事 好 那個隐情肉實在太可惡了 你不要給我做主啊 停下 燕燕 你等一下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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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兒啊 回來 你好 王爺 您這是 本王考慮了一下 還是由你護送燕燃小姐回去 這 還不快去 是 離杜甫還有一段路程 燕燃姑娘還是將衣服披上吧 以免著涼 拿開 本小姐怎麼能穿這等粗烈的衣服 都是你個師妹叔的小賤人 他指令表哥逛了什麼迷魂堂 但我得到機會 所以拔了他的皮 觸不他的筋 小姐 身為相國之女 言語卻如此粗俗 實在是有傷大雅 你一個粗人 也敢教訓本小姐 姨某雖是練武之人 卻也隨家父 學得不少為人處事的道理 你爹也是個粗俗之人 對我爹連踢鞋都不配 你 你竟敢擬我家父 哼 你一個看家狗也敢放肆 你 你 你什麼你啊 萬天國滾 你跟我回來 等我走 是 等我回來 回來 回來 一號 一號 你給我站住 回來 你為什麼要跟住我 為什麼不送你們一個表妹 對 我知道 你們都覺得我可笑 反正我說什麼你們都不信 無所謂 我若是不信你 為何要與你同行呢 你肯定是憋著什麼話欺負我呢 好為你的表妹報仇 好 是因為我相信你 好 你看到那支香蕉皮了 香蕉皮 什麼香蕉皮 雲然跌落 我也不好責怪她欺騙主人 所以 只好讓你受委屈了 但我知道 你絕不是那種心肠歹毒之人 喂 冰花蕾 我承認 上次你在芋花園救我的時候 我心裡確實有那麼一丟丟的感動 但是只有一丟丟啊 可是從你今天舅表妹的事上看 我仿佛看到你上次救我的樣子 你生氣那麼緊張 我覺得 我們兩個在你心裡沒什麼區別 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之前說什麼只喜歡我一個人 我是不會相信的 你笑什麼 本王以為啊 好端端的就能從狼牙台上跌落的人 只有一個 那就是你 什麼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說 我之所以衝了出去 是因為我以為跌落的人是你 明不明白 你總是追問我 為何不放你 好 我告訴你 我的確是要報仇 看 我就知道你沒按好事 只是這個仇呢 不是因為你砸傷我 或者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我無理 而是因為你 奪走了本王的初吻 你 你 你 誒 等等我 隐情柔啊隐情柔 你是怎麼搞的 你不會真習慣上那個冰塊 原價面攤了吧 不行不行不行 這種想法太恐怖了 我的目的呢 只是為了敬宗慈 對 敬宗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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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情柔 隐情柔 你喜歡的應該是獨孤元那種暖男才對 他才是標準的好男人形象 你要記清楚了 你喜歡的是獨孤元 喜歡的是獨孤元 不老師 敬宇 我 第一 你 来 难道是他吗 多宫 是你吗 秦柔 我这么晚来找你 可不是喝茶吃点心的 没事 你干你的 我忙我的 看见你 我就开心 对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只要你需要 我随时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 我想这世界上 还没有你独孤员去不了的地方吧 不 有一个地方 怕是我无法出击 哪里啊 你心里 你说什么呢 秦柔 你跟我走吧 走 走去哪里 浪迹天涯 只求与你为伴 你说什么呢 秦柔 其实我知道 你并不想嫁给西安琪 既然这样 你何必委屈自己呢 我不能走 我要是走了 阿广怎么办 西安琪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我们可以一起走 依我的人脉 如果想走的话 多一两个人又挤在话下 完了 多顾 多顾员是在跟我表白呢 万庄王上 我肯定美得不得了 万万没有想到 偏偏在这个节骨样上 要是不嫁给西安琪 我怎么去宗司一探究竟 我们回去的关键 也许就在哪儿 不行 我得拖 多顾 我不能走 走的仙妻也不会放过你的 为了你 独孤愿以身释法 我暂时不能走 难道你真的就那么想 做这个王妃吗 王妃什么的 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 又有漂亮衣服穿 谁不想当呢 你说是吧 原本以为我心目中的 隐情柔姑娘与旁人不同 看来 是我独孤看错人了 既然这样 请灵弃王妃恕罪 打扰了 独孤 我真的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 那是什么 我 我不能说 告辞了 独孤 没有 没有 隐情柔啊 隐情柔 要是宗祠里的东西不能帮你穿越回去 你一定会后悔你现在的决定的 好 参见王爷 黄公公 你素来与秦柔亲近 也最了解他 今日 乱王有一事不及 可否请教于你啊 王爷您客气了 我呀 就是秦柔肚子里的蛔虫 他已经骗了我就是叫他了 笑都躺着了 王爷有什么想问的 你可知求婚为好物 这是秦柔跟你说的 是啊 这求婚啊简单 我交给王爷便 是 也闻其想 求婚在我们老家呀 是一种仪式 只有女方答应了男方的求婚 二者才可以结为夫妻 哦 原来这婚事 不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竟有如此说法 想想到也觉得新奇 王公公 快将这求婚之法教育我 王爷呀 先准备一枚宝石切除 然后趁情中一个不注意的时候 单膝跪地 荒谬 本王身为皇子 上跪天 下跪父母 岂能为此等事情下跪啊 王爷小小心 王爷坐下来说 坐下来 这个单膝跪地呀 它是这么回事 这个死阿瓜 因为我出来自己却不见人 这个死阿瓜 好 啊 我 尹情柔 你愿意嫁给我解烟妻为妻吗 这是阿广教你的 是啊 难道你愿意 他说什么 说什么呀 这是叶明珠吧 肯定很贵吧 这个我却不值 看见这么大颗的份上 看见这么大颗的份上 就答应了 不可造数 这有什么大 真心满意了吧 这么大颗月灵珠 打回去更快一辈子的 不过阿广 我发现 我好像有点喜欢上大颗月灵珠 我的大小姐 你可别把我们的正事给忘了 放心吧 忘了 好可爱的姐姐 你真漂亮 好 我顾虑一下 那个地方 不太整齐啊 好 我知道了 我觉得那边呢 那儿 这儿呢 我上来一下 我接下来 公公 你有心事吗 一兄何出此言哪 近日 看你总是郁郁婉婚 就连王爷成亲这么大的心事 你好像都不是很高兴 怎么会 王爷大婚在下当然高兴 可能只是最近身体不适 就要那日便好 多些隐雄关心 那你可要多保重啊 这些年 王爷身边最信任的 就是你我二人 兄弟大婚 自然应该给他办的热热闹闹 大婚了 这是自然 不过 我还要谢谢咱家王爷 平排无故的 让我多了一个妹妹 情柔率真可爱 和咱们家的王爷 也是天造地设的一段 不过 要是有人动他们的歪心 我第一个不饶他们 如果情柔姑娘 听到尹兄这番话 一定会感激涕零呢 对了 王爷还有别的事情 要在下去做 在下先告辞了 这真的是我吗 可别被我的手艺给吓到了啊 哇 小姐 你简直就是仙女下班呢 阿狂 你的手艺可真越来越好了 那是 我的手艺 那可是真人版的 不算了吧 再给你秘密我请 这什么啊 你光返晚上 托在身上 更加动不过情趣 你说什么啊 丁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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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真是漂亮极化 丁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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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舍不得把你嫁出去啊 丁柔 丁柔 要记住啊 丁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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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家新娘的真漂亮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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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又不见了 小姐不见了 啊 东西 王爷 王爷 不好了 盈姑娘 被谋命人人捡走了 什么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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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救命啊 过去 这也太狗血了吧 抢婚 不行 我得开动脑筋 想办法才行 啊 我得开动脑筋 来 我得跟大家 我得开动脑筋 别开动脑筋 你可别开动脑筋 你要让开动脑筋 就把脑筋传刀咬 解草 怎么办脑筋 就跟脑筋传知 可有秦柔下了 王爷 都是我的疏忽 才让秦柔深陷险境 以后有罪 此事暂且不提 先起来 现在找人要紧 这又问到什么了 我跟随他们的踪迹 来到此处 刚问的是会说 的确有点花椒出了证问 我正要带人出场寻找 慢点 秦柔 秦柔 这本来是我给秦柔的筛粉 是为了 为了什么 别管这么多了 反正只要跟着这个足迹 就一定能找到秦柔 来 来 喝 也给本小姐吃一口啊 闭嘴 来 喝喝喝 愁你那小气样 给一口能死啊 再不闭嘴 小心老子把你剁了 我做了 我做了 我再也不敢了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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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下来 老大 你确定没有绑错人 你不是要我们去绑成亲的灵妻王妃吗 那就没错了 我们看着她从将军府上了滑架 还有王府的人跟着 怎么是她 算了 反正也要不了她的性命 要怪 就怪这个丫头命太好 居然成了王妃 老大 你认识她 认识她 认识个屁 你把人给我盯紧哦 人要是跑了 一分钱都拿不到 是 笑我笑我得了 是 睡吧 来 来 喝酒 不解开我 我怎么吃啊 去 吃菜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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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飞碟 再胡说八道一锦一炸 小心老子把你剁了 我刚才看错 对不起 来 行了 行了 走 来 接着头 来 给我老实点 背有点痒 冷呢 来 吃冷的 冷的 喝酒啊 好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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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喝 你们 喝 你又不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 世王 快出来 出来 大蓝 我来当朝三皇子零七王 而等挟持王妃遵当问斩 若此时束手救急本王可以从轻发弱 否则死路一条 兄弟们不要被他吓到 大半夜的谁知道他是不是冒充的 更何况他现在一个人怕什么 管他什么狗屁王爷 先绑了再说 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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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快 王爷 你没事吧 快 王爷 快 快 快 明后 别追了 小心有诈 燕琪 怎么样 王爷 大夫 要怎么样 请放心吧 小人已经为王爷上过金创药了 休息一下便无大碍了 下人告退 谢谢 慢走 贤琪 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 庆柔 夜深了 你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 走 走 燕兄弟 可查到旁边线索 还是不好说 待人身上并不发现任何线索 不过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 看看是谁竟敢如此大胆 好多年的心事 变成了丧事 说什么呢 你 好了 现在不是纠结此事的时候 王爷他一定会吉人天降 我们当务之急 是尽快查到王匪的线索 不如这样吧 我和燕兄弟分头去查找线索 李章兄弟 你在王府 如果王爷醒 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好 王爷 公主叫我前来所为何事啊 你干得好事 公主叫我绑架尹秦蓉 以破坏皇上赐婚 现在婚没赐成 谢延祺也生死未复 这正是一箭双丢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不许伤人吗 那纯属意外 不过依朗夫看来 那一箭要真的 结果了谢延祺的性命 那我们倒省了不少的麻烦 这二王爷的登基之位 也更加时纳久稳了 我平生最讨厌自作主张的人 别以为你是个小伙 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找 老兄不敢 这次我就饶你不孙 我再有下次 喊我怎么收拾你 谢公主 对了 谢延祺的人 现在四处寻找王府的线索 你让你的人激励你 此刻 你和谢延祺的事不过能够 明白了 公主放心 我一定经理战警 这个月得经理要 谢公主 我早晚让你知道 谁是谁属于的棋子 我早晚让你知道 谁是谁属于的棋子 你醒了 你醒了 你既然都醒了 那我们就两不相见了 我救你一命你还未曾报答 为何是两不相见 你还好意思说 本姑娘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马上就要脱离虎口了 谁知道你却突然闯进来大喊大叫的 都被你搞砸了 你身体还没好 赶紧躺下 皇上驾到 父皇 母后 父皇 齐儿免礼 谢父皇母后关心 齐儿 不碍事 只是批外伤 不大碍的 你们怎么办事的 臣等罪该万死 父皇息怒 您不必责怪他们 若不是因为有某人在你身边 你也不会遭如此大难 皇上 这大喜的日子 发生如此不祥之事 实在是晦气 难道我儿 与这秦龙命不合 我看 还是找人查一查 他们的生辰八字 再行婚配之事吧 母后 除温齐儿受伤 朕与你母后 都十分痛心 也许是 你大哥丧妻未过 天降大难 婚配之事 放在此时 实在不合时宜 还是 暂且搁置吧 反正我也不想见 京城之内 竟有人公然抢亲 还刺伤了王爷 也靠礼章 臣在 朕命你们彻查此事 一旦查清 言诚不但 臣等遵旨 臣等遵旨 来 站住 爹 你给我回房去 爹 表哥他受了重伤 我要去看他 你给我回房去 爹 小姐 老爷 你下去吧 是 你这是为何呀 谁让你不让我出去 不让我出去 我就不吃饭 这爹的话 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你趁早 断了和解延期的念想 为什么 我已经禀明皇后 把你许配给二王爷了 爹 你怎么如此待我 哼 我不嫁 爹啊 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你好好想想 这大王爷一役 二王爷 才是太子的当之人选 你嫁给他 那以后就是太子妃 再往后 你就是皇后 我杜家 也可以光纵耀祖了 我才不要嫁给那个谢延臣 我就要嫁给三表哥 我只做延期哥哥的王妃 你 你混账 婚姻大事 父母之言 你听也得听 不听 你也得听 我就不 你要是不让我出去 我就 我就不吃饭 饿死算了 不吃也罢 你就是饿死 也不许你出府半步 大王 口渴了 哦 今日这风 有些大呀 哦 哦 这太阳 未免太晒了些吧 你 要不是看在你生病的份上 姑奶奶我 忍了 你 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差不多得了 等我伤好之后啊 我自会比明父皇 让你我二人即刻求婚 谁稀罕呢 这些日子 为何不见独孤啊 我怎么会知道呢 王爷 秦柔 你先回房吧 走就走 谁管你 好了 走 咱们回屋台 说吧 查到什么 王爷 绑匪果然是二王爷的人 血严臣 艾四大哥如今又要向我下毒手 以后都待问王爷一句 但是无妨 王爷对皇位是怎样看的 本王早就说过 我对这皇位毫无念想 可别人不这么想 王爷应该选了 玄武门的太宗皇帝 先下属为强 大胆 王爷 本王就是害怕兄弟相残 才自小与人疏远 怕别人认为我寄予这皇位 可如今 你又让我对自己的亲哥哥下手 可惜严臣 又何曾顾忌过兄弟情谊 他不仁 我不能不义 长幼有序 大哥已死 现在他就是皇位的第一人选 只希望他能够就此收手 此事 就不要再谈了 可不分明他就没有打算收手啊 只是本王觉得 二哥这次想对付的不是我 你是说 秦柔 怎么可能 本王也不是很确定 再去查 还有 此事 不要向旁人提起 是 这段时间 你务必要保护好秦柔 本王有伤在身 怕是力不从心 王爷放心 秦柔怎么说也是我的义妹 好 你们快点啊 放那边啊 你磕着 还弄得蛮不错的嘛 这不是落跑王妃吗 去你的 说什么呢 来 坐 没想到啊 这老板娘还真靠谱啊 这以炎二到零之事 就帮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位置 这么好的位置 简直是 哎 哎 我告诉你啊 咱们这回 可转大不喽 好眼光 真不错 哎 那个 我把道具车上的东西啊 全都搬过来了 你看 我敢保证啊 他们古人肯定 连见都没见得 哎 我呢 只需要把这些现代化的产物 挨个儿做个重新量产 也让他们古代人 体验一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那时候啊 我周大头 可就是古代的爱迪生 东西啊 一定大卖 好 你厉害 火鲁班 哎 哎 你怎么了 这说话这么没理气的 不像你的性格 哎 哎 其实啊 我今天来是找你有正事的 嗯 我想让你做个 轮椅 哎 怎么 你家那口子瘸了 说什么呢你啊 胡说八道 哎 还不是他替我挨了一箭 现在到讹上我了 非让我成为他的全职贴身丫鬟 你说他这身体还没好 腿脚又不变的 还到处去走 我就想着给他做个轮椅 他去哪儿一推不就得了 省得我天天还得老扶着他 哎呦 那个玩意儿应该不难做 好的 那你抓紧时间做啊 好嘞 你怎么把这高科技的玩意儿也给弄过来了 这古人看见了你连解释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而且 这又没有电 你怎么用啊 嘿嘿 我呢就是忽悠人用的 我把手摇发动机和那个DVD全都带过来了 一防不时之需嘛 你说万一再整个什么大王爷事件 那时候我的这些玩意儿就成了救命神器了 我呢就可以当个救命法师了 来 喝点水 大头 我先回去了 轮椅你快点坐啊 得嘞 哎 秦柔 你吃完晚饭才走吗 啊 不了 改天吧 再见 哎 这芳二的性子 啥时候能改改喲 这么说的话 我欠你一个很大的人情 你放心 我独孤有债必还 那你打算怎么还啊 颖姑娘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你找我吗 你怎么知道我跟着你呢 你怎么知道我跟着你呢 我去哪里 怎么做我看过来 我不是这样去哪儿 我是几乎没人 我听到她的衣服 这些仙旗是有苦衷的 你别说了 你说的 我信 你信 你不觉得 我是那种爱慕虚荣的人吗 我认识的尹姑娘 不是那样的人 独孤 你真好 轻柔 你不用解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我听说你前段时间被绑走了 受了伤 我真的很担心 现在能看到你平安地回来 我已经别无他求了 谢谢你 独孤 不过 轻柔你有没有想过 发生这一切 你没有顺利嫁给他 有可能是命中注定的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 如果真的向你说的 这都是一个 叫老天爷一个人写好的 那只能说 我不认命 不认识的 所以说 你还是要嫁给他 是吗 独孤 我们 一直都会是好朋友的 对吗 好朋友 好朋友 你这边 是 你们这边 是 是 独物园 报告大人 此处已排查清楚 并无线索 好 继续 是 小姐 快 快救我 有人追我 什么人 望天化人之下 竟敢如此大胆 大人 我们是相国府上的下人 小姐偷跑出来 我们领命带小姐回去 怎么回事 不要 不要他们带我回去 你带我走 你府上的事 我不便过问 告辞 尹昊 你忘记上次的事了吗 你若不想让我告诉皇后 治你的罪 就赶紧带我走 不是 走 这回事怎么交代呀 怎么跟相国大人说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你府上的人 要抓你回去 我得罚我禁足 不让我出府 不是我说你 你为何总这样破坏规矩 我表哥受伤了 我要去看看 有错吗 连你也说是我的错 我究竟做错什么了 我送你回去 我不回家 我说送你去灵奇王府 我 走吧 都是你这扫把心 害表哥受伤 还好意思回来 我今儿个累啊 没心思跟你吵 没话说了吧 表哥就是你害的 燕然姑娘 燕然姑娘子言差异 晴柔也是受害者 王爷受伤 是因为王爷重情义 与晴柔无关 还请姑娘嘴下留情 你 那倒数王爷的伤 跟晴柔无关 尹兄 你错解我的意思了 那你的意思是 哥 这是怎么了 义妹 你先回去 我与独孤有话要说 你别走 你别烦我 你等等我 义兄 有何话要说 独孤兄弟 你是个聪明人 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我独孤身正不怕影子蝎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有了 有问题 王爷 我在大街上遇到晴柔无名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即使她再聪明 再沉重 她也是个弱女子 看她无精打采的 我便叫她在茶楼坐了一会儿 开导她 没想到 被某人误会 王爷 若没有什么事情 我先退下 我来 你怎么说 你一会儿才怪 看来贵府得不错嘛 都能起来了 你都糊涂糊涂也好 省得变成大胖子 便没有皇帝的命 反而得了皇帝的病 王爷一早醒过来就找你来着 算你还有点儿良心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王爷 他前些日子被禁足了 这不担心你的伤势 偷跑出来了 刚才我们来的路上 还一直被人跟踪 我看杜甫急于带他回去 还有重要多事 不如先看看杜甫的态度再说 表哥 父亲这回很生气 我回去肯定惨了 你就让我在你这儿躲几天吧 我保证不生气 不发脾气 表哥 父亲让我嫁给二表哥 你是知道的 我不喜欢他 我 表哥 表哥 反正 你这次要是不收留我的话 我 我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 别别别别 您这打算往哪儿撞啊 这院子里的东西 虽然说不上是价值连城吗 可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再说了 你这万一砸坏了花花草草怎么办 万一碰沙味丫棍怎么办 这王府还是要赔掉费的 这就算不用请郎中 那手脚不利索了 干起活来也不麻利了 吃亏的到头来还是我们家王爷呀 还有啊 人家丫鬟虽然是下人 可也是娘生的爹养的呀 你怎么就没有一点同胞有爱的精神呢 表哥 表哥 行了 表哥 你 你 依我看 燕燃就暂且住下 回头 我逼回 禀告救不大你 谢谢表哥 去你 到时候我们就麻烦了 不必惊慌 他查出孟江 我们也有脱身之法 还有个战山离王的山贼 他的话 谁信 可是 可是什么 为了他们方便办事 我把王府的腰牌给了孟江 你 你糊涂啊 舅舅 我也知道错了 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事到如今 我们也只有先下手为强了 明天我先踏人一步 去找皇后娘娘 跟她说道说道 这样我们就不会太被动了 你说 她是相信你这个儿子呢 还是相信其他人 王爷您回来了 双儿给您 双儿该死 不知道王爷有客人在 我不是人在后院待着吗 他们说王爷回府了 所以想来看看 这是 这是 双儿 快过来 拜见舅父大人 双儿拜见舅父大人 双儿 她是我家奶娘的远方殖母 最近送过来托我照看 双儿我和舅父有事要谈 你先下去吧 是 是 王爷 嫣然她 舅父放心 你 岑儿心里明白 我们 还是想想如何处置孟江那个山贼吧 参见娘娘 哥哥免礼 今日进宫 不知哥哥有何要事 都是我的书 让一些阴险小人 有了可乘之计 皇上 皇上下列彻查此事 不知怎么了 就传出说此事与二殿下有关 还说是二殿下派人所做 一派胡言 他们俩是亲兄弟 弟弟大婚 当哥哥的高兴还来不及呢 为何要绑走弟媳呢 娘娘 此事没那么简单 有谣言说 这是有人想离间的大兄弟二殿 也有人说 这是土匪大吉 还有人说呀 这是三王爷 有意在补黑二王爷 但 不管是何种情况 对二位殿下 都是大了大的不利呀 这 这可如何是好 娘娘 臣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哥哥是自家人 有话直说便是 臣以为这一切 都是储君为力所致 储君一日不定 朝臣心中就一日不稳哪 前几日 皇上身体不太康健 有心人他就不免多想 哥哥这话有道理 可是 皇上禁止后宫干涉朝政 近日来身子又不太好 就更加忌讳别人提起 立储君的事情 皇上 皇上虽然洪福齐天 长命百岁 但这立储安稳朝政之事 也是当务之急呀 免得有些人赌博下注 惹是生非 不管哪个殿下有所不测 伤心痛苦的 还是娘娘您呢 还是哥哥心疼我 我试着找机会 叛叛皇上的意思吧 娘娘胜 你 你怎么能这样呢 真是好人难做 敢吃本姑娘的豆腐 我不爱吃豆腐 爱吃豆腐的男的 怎么会说自己爱吃豆腐呢 本王真的不爱吃豆腐 真的吗 那是当然 你为什么不爱吃豆腐呢 豆腐可是个好东西呢 它能提供人类所需要的蛋白质 一两大豆腐含的蛋白质呢 相当于一两烧肉三个鸡蛋四两米饭 它还含有甲 钙 煤等不重卡癌元素呢 经常吃豆腐呢 还可以领防和治疗 脂肠癌 结肠癌 还有乳腺癌 多吃豆腐呢 还可以生精润脏 清热解毒 有益中和气 还可以有利于呼吸道和消化系统的疾病呢 看肉干嘛 本王决定明日开始 吃豆腐 姐 我说了这么多有技术含量的话 可不是让你去耍连忙的东西 那本王还是不吃了 你怎么能不吃呢 那么有名养的东西不能不吃的 你 本姑娘从来不记仇 有仇当成就报了 好 走 ا 啊 小明啊 周大瞳 哦 不 现在应该叫周神通啊 啊 对了 你说我们穿越过来那天 你当时是不是跟孔双双 孟姜待在一起 不确定 我那天呢 也是正好路过那辆道具车 突然眼前一黑 就到这了 那照你这么说 那他们也穿越过来了 怎么 你遇见他们了 我不太确定 我就是那天好像看见孟姜了 在哪儿啊 就是绑我的那伙人嘛 然后我看到一个人 带着跟孟姜一样的手串 一样的戒指 连说话的声音都是一样的 你没认错吧 那你告诉王爷了吗 那怎么可能 我哪是出外朋友的人 他这个人情 走到哪儿都能好吃好喝的 不说他了 说说你了 你那边什么情况啊 我 我什么什么情况啊 你和灵奇王爷啊 我可听人说了 皇后想暂时搁置你们俩结婚的事 所以我问问吧 还能怎么办呀 别人说嫁就嫁呗 说不嫁就拉倒呗 皇命难违啊 抢杆招不是买的 说什么呢 什么买不买的呀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这是你的婚姻大事 我看哪 一时半会儿咱们也回不去了 你以后啊 还是好好想想 以后的日子 该怎么过才对 我会要再次灵了 你怎么办 是你怎么办 无论 你怎么办 哎呦 跟着我看吧 双双 没想到财分课几天 你竟然吃了这么多 不管到哪儿 都难不当我孔瘦瘦 对了说说 我之前看到尹情柔了 尹情柔 她怎么在这儿 这又是我不可能的 我们俩都穿越过来了 可好是她呢 好奇人家现在可厉害了 差点成了林奇王妃 她没跟我提鞋的不配 说这么都没用 你看我 现在不照样成了山带吗 依我看呢 还是早点想点办法 穿越过去才是真的 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啊 我还想回去做我的 超一线大明星呢 你都不知道 上次我那电影有多火 对了 我上次去那个 好莱坞溜达 那个 X1的那个导演 说我特别适合 第五集里那个 清国精神的变主人呢 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处 你得回去再说呀 就 你现在 你现在 住哪儿啊 要不 你跟我回山寨 做我的压寨夫人得了 别闹 人家现在可是凌晨王的人 我也是无意间 听到他们提起你 才知道你也在这儿 对了我跟你说 你自己小心点 他们想要办了你 放心放心 我才不怕他们呢 我山寨兄弟多得很呢 不过 我倒是觉得 你成天跟着凌晨王有什么好 难道 他长得比我帅吗 德行 不过 我跟你也不是不可以 只不过我现在 在王府还有些事情 而且我现在一走了之的话 人家那个王爷 对咱俩也没什么好处啊 你说是吧 要不这样吧 你等我把事情都办完了 我自然会去找你 行吧 那我等你 这是 骨头汤 对于你们这些骨伤的人 来说喝这个最好的 想不到你竟然什么都懂啊 那是当然了 虽然你说的都是真话 但我们还是要低调的啦 来来来 吃 尝尝这个 王爷 毒孤 毒孤 又这么巧 我这灵机王府的门槛要是再低点 估计就被你独步踏平了吧 王爷 孔子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对啊 孟子爷曰 孟子曰什么 孟子曰的对啊 来来来 快吃吧 王爷 王爷 今后 打算怎么办 为什么你们都却我和二哥为敌呢 他是我的亲兄弟 又年长又活 如今大哥不在 他自然未成 有些想法也在所根据 本王尚可理解 难道 王爷就真不想坐那个位子吗 你把他当兄弟 可他把你当兄弟吗 大王爷师父被害 他却做出这样的事情 难道王爷你还不明白吗 他在意的 不是情柔无尿 而是你 本王会保护好自己 也会保护好我未来的王妃 可事实是 在王爷大婚的当天 你的未婚妻被绑架了 而王爷 你也受了重伤 哎呀哎呀 你干什么 真是的 食不言 寝不语 妈妈没有教过你们吗 本姑娘辛辛苦苦 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 你们要再这样 以后就不做给你们吃了 好啦 快来吃东西 快点 今日天气不错啊 是啊 皇上今日气色也不错 皇上 参见皇上 好 见过皇后了 是 皇后娘娘宣明与进宫 就是询问一下三王爷的康复情况 看来 看来 你与齐儿的婚事 还要再往后涂一躲 嗯 皇上 我也是 老了 不比年轻的时候了 皇上 庶民欲貌呢 您这凶梦气短 神乏脾肺 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了 你对医术还有所了解 是不是偶尔还会忘事 左座后还会有身体麻痹 连体重也有所增加啊 我看你啊 得直接进太医院 刘太医说朕胸闷心迹 也给朕开了一些 舒胆利气的汤药 可朕哪 不爱喝呀 皇上 依敏女之间呢 这刘太医啊 说得也不错 只不过呢 这病不一定要靠药来治 不过皇上 你以后一定要少吃盐 什么酱菜啊 咸肉啊这些的 上不了台面的 您就甭理他了 贝类海鲜啊 也要少吃 您一定要多吃瘦肉 豆腐 鱼汤之类的 偶尔呢 也要来御花园散散步 相信很快就会不要而鱼的 看来啊 你真是朕的福星 传朕之意 待会儿把朕的汤药给停了 一切都听秦柔的 顺便去转告御膳堂 是啊皇上 刚才啊 朕看到秦柔了 她可真是朕的福星呢 一句话 就解决了朕的汤药之苦啊 朕看秦柔姑娘气色不错 而且这段时间 照顾齐儿的伤也是尽心尽力 秦柔的伤也快痊愈了 你吩咐今天间选个好日子 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 皇上 本来我儿与这秦柔的八字 就不是什么上上之血 这大喜的日子又见了红 我听相国夫人说 这都是不祥之招 这回又是相国夫人说 你是皇后 就应该有母仪天下的企图 这些都是内宅妇人之间 你也跟着齐哄 以后不要跟他们说闲话了 皇上 这怎么是闲话呢 这关系到齐儿以后的幸福 我这个当娘的 能不希望她好吗 现如今 楚威未定 不知道有多少人 想利用这个来做文章 有人说 秦柔这次被绑架 是冲着齐儿去的 以绑架秦柔为一 实际上 是想去伤害齐儿 甚至还有谣言说 这一切都是尘儿所为 这不是明摆着 想挑拨兄弟俩的感情吗 你关心他们兄弟的感情是好事 但江山设计的事情 你就不用过问了 皇上 我的心思 你还不知道吗 这成年齐儿都是我儿子 守心守背都是我 只怕是旁人动了不该动的心思 这历朝历代因处为未定 导致皇子反目的事还少吗 说句打不敬的话 日后 无论兄弟俩谁继承了你的位置 我还不是一样 是稳稳当当的太后吗 我干吗要给自己添麻烦 臣妾只是不忍心看着 社稷动荡固肉相残的皇上 王后的话也不顾道理啊 朕一定会好好考量考量 过几日就是牡丹花会 朕让他们二人替朕出席 届时朕要好好地考量一番 就这么 朕后出席好了吗 也不仅然 但总算你的进展 这次牡丹花会过几天就要开始了 这浪花会看似平常 但其实是你和信元齐 对木梅设计的一次交锋 皇上一定会派人前往观看 我们可要把握住机会 我已准备了多什么 以牡丹为题的七言七律 画作也在秦家练习 所以定不负舅舅所望 请舅舅放心 不 这还不够 我们必须要坐实 你的储君之事 现在该麻烦玄空的老和尚 我们给了他上千银两的香五金 现在他也该为我们办事了 还是舅舅老练 那侄儿就静候佳音了 不知道燕燃怎么样了 别提他 你呀就是嘴硬 明明关心未来老公 还不承认你去 我哪有 我就是觉得我这位不门的 要手寡了多不好 说草草草草草就到了 王爷 你来了就好 你陪他在这儿瞎聊吧 我可要回去睡我的美容觉了 拜拜 你 你也下去吧 是 没意气 你怎么来了 屋里太编满 出来透透气 对了 这真是个好东西 改日叫你那位朋友来接我 本王必重重赏他 你不用赏他了 赏我就得了 我替他领了 这又是什么 这个呀 叫做足底食子按摩疗法 它可以按摩脚底的穴位 达到活血通落的效果 虽然开始呢会有些痛 但到了后来 真的对身体有好处的 真是好奇 你看 你们这儿的星星 多漂亮啊 真羡慕你们 一抬头就可以看到 这么美丽的星星 在我们那里 想要看到这么美丽的星星 根本是不可能的 星星点灯 点亮我的家门 等你是孩子 找到来时的温 秦荣 你怎么 每日都如此开个星星 我们认识也很长时间了 似乎 从未见过你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觉得吧 这人呢 不可能遇见 出门就见元宝的好事 所以呢 开心呢也是一天 不开心啊也是过一天 而且不开心又能改变什么呢 所以干嘛不开开心心的 度过每一天呢 就拿你来说吧 你呢是皇帝的儿子 又是货真价实 最顶级的高副帅 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 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是不是啊 只是 今日见到独孤 心中有几分不安哪 我与他刚相识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子的 我感觉 他变了 我们之间 似乎存在了隔阂 这人呢 都会变的 而且呢 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话 人生呢就是意外和变化 很有道理啊 可是 亚里士多德是何人啊 就是我们家乡的一个 教书先生了 可这话说的颇有几分哲理啊 想不到 一个教书先生 竟然有如此的见谛 可是 有些情感 是永远不会变的 突然说这个干吗 你不太学习 不太学习 不太学习 你没做到 你不太学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